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英国历史上似乎就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 因为有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顶级的高校 但事实上在13世纪之前 英国本土是没有大学的 也没有学校 英国贵族的孩子要想上学的话 就必须到法国的巴黎大学去留学 但是在1200年的时候 英国的国王和法国的国王之间 爆发了一次很大的冲突 闹得很不愉快 于是英国国王就召回了自己所有在法国 正在学习的学生和学者 也正是因为这个奇迹 才在1209年建立了牛津和剑桥 两所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 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到牛津剑桥再去详细说 今天我们所在的一个Rugby公学属于工学范畴 工学并不是大学 它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初中加高中 在校的孩子是从13岁到18岁 我们之所以觉得工学这个概念 特别容易引起我们的误会 把它当成公立学校 就是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做Public School Public就是公众的大众的 特别容易让我们联想到 现在这种义务教育体制之下 由国家掏钱 学生免费来上学的这种公立学校 但事实上公校是收费的 而且费用收的非常非常的高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 是私立学校的最顶级的学校 而公校这种教育体制 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 是世界上现在现存的独一无二的 有点教育界化石标本的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英国九大公学建立的时间 比牛津剑桥还要晚一点 它大约的时间都是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 英国第一所公校是在14世纪 就是13几几年建立的温浙斯特公学 后来1400年的时候 由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 建立了现在最有名的伊顿公学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rugby公学 建校时间是1567年 时间大概相当于咱们中国的明中后期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rugby公学 是由当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手下的一个大臣 或者更准确的说 她手下的一个商人 她来投资建立起来的 最初呢 只是招收rugby这个小镇附近的男孩 当时所有的公学都只收男孩 叫做男校 后来才录取的有男女同校 包括今年也有很多的公学 包括哈罗啊 伊顿啊 都今年是男校 不招收女生的 其实英国的公学 包括它后来成立的很多的教育体制 大学体制 中学体制都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什么叫做independent school 什么叫做gramma school 为什么叫文法学院 文法学院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 国内的重点中学的意思 它为什么叫这些名字 为什么public school公众的学校 反而成了最顶级的贵族学校 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以后有机会想起来说 我们今天还是来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rugby公学 大家看我们现在已经到的 就是我们从外边绕过来的 一个主体建筑的中心部分 很明显 我们在外边就说了 两部分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的整个颜色 都完全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一个是这种黄砖的建筑 一个是那种红砖加黄砖加黑砖 做成各种各样的图案的 叫做格鲁加式的建筑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两个建筑 哪个时间更久一点 其实答案很简单 黄砖建筑的时间久 最初就是从这开始建立rugby公学的 边上这个非常漂亮的格鲁加建筑 其实是在19世纪 也就是1878年的时候 才刚刚建立起来的 这个也不难理解 最早的建筑往往是功能性的 越到后期的时候 打印帝国越来越繁华 越来越有钱的时候 建筑才越来越多的这些装饰性 从这个小胡同 我们就走到这个建筑群的中间了 和建桥牛津大学是一样的 好的学校都是一个有中庭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中间是一个草坪 草坪中间有一个横竖交叉的 从天上看就像是一个石子架式的 这样的一个石子路 这个路其实不是石子铺的 它是早期的这种石条路 我们看着好像像一片一片的 其实你要真的往下挖的话 它是很长的一个石条 一直打到地底下 因为随着时间的磨损 如果是石片的话 早都磨没了 只有这种石桩 很长的石桩 它才会一层一层的被磨掉 这个边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哥鲁吉亚时的主体建筑的一部分 从这些墙上爬的一些藤蔓 包括窗子 包括这个门 老式的门 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石带感 这种建筑的主体叫做砖石结构 就是我们现在的住的楼房 一般叫做砖混结构 就是混凝土胶筑 加上砖来打隔断 做成的这种房子 但是像哥鲁吉亚时的这种老式的 英国古典式的房子 它是由砖和石头来共同构成的 它的石头主要出现在 比如墙角 还有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的外延 它是由石头来构成的 是雕出来的 非常的漂亮 虽然窗子上的玻璃一看 就是现在重新更新过换过的 因为早期的时候 这种窗户玻璃 要么是纯木头加玻璃做的 要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类似于教堂的那种 稀条隔断的小块玻璃组成的 对 转过身来我们看这边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 这边是教堂 是老式的一个教堂 教堂上那种玻璃 这种大面积的玻璃 它保留的 还是早期的那种 稀条隔断小玻璃的方式 来做成的 往前面走 我们看这 这有一个长廊 一个短短的小长廊 它是砖石结构 这个房顶 就像我们上次在 柔三位看到 那个房顶是一样的 典型的英式的 简单的木房顶 包括这些门 项目的大门 包括上面的这些 装饰钉 还有这个荷叶 门把手 这些都和我们在 柔三位看到的那种 早期的建筑的 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欧洲早期的学校 其实它的学习内容 都是宗教 所以我们在这些 学校的墙壁上 门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 与宗教有关的 这些雕塑 包括十字架 这些图案 都和宗教 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英国 是一个多雨的国家 有的时候 学生在户外活动说 如果下雨 就可以在这个长廊里头 做一些简单的 户外的活动 所以我们看到 墙上有这样的一个 挡板 是可以放东西的 下边是可以挂衣服的 这种工学老式的学校 学生的校服 是那种袍子型的 在早期的时候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一些 相对简单一点的 过去和大学是一样的 它那种袍子 来源于宗教教室的 那种服装 所以都需要挂起来 前面这是一个小门 在往地下走的方向 其实出了这个门 我们就到了 Rugby公学外边了 这是最外边的一层墙 包括这个门 也是一个老式的项目 但是上面装了一个 非常现代的密码锁 刚才这个密码锁也就是 现在我身后这个方向 是学校的主教学区 通过这个小的短的长廊 穿过去 就是学校的教堂 在老式的英国学校 无论是工学 还是大学里 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教堂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墙上的 这种玻璃画 如果从里边看的话 那么阳光打上去会非常的漂亮 像Rugby公学这样的 公学之所以收费非常高 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历史悠久 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想象 所有的十几岁的孩子 就在这种古剑中接受教育 这也是一般学校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 过去的人真的是腐败透顶了 他们的贵族孩子受这么好的教育 在这样好的学校上学 但其实公学之所以英文叫做 Public School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 也就是他刚刚建立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由国王或者有钱人出资 让上不起学的孩子免费来上学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早期的贵族的孩子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国内这种大小姐 这个大门不出外门不卖一样 他受教育是不需要去学校的 也没有学校 都是把老师请到家里去给他做私教 那么普通人家的孩子是无法接受到教育的 所以呢 一些有钱人 比如当地的乡绅啊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建立伊顿公学的亨利六世国王 他们出于自己阶级利益的需求 希望培养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受到教育 所以才出钱建立了最早期的这种公学 所以公学在早期的时候 还真的就是由有钱人出资 让穷人家的孩子免费来上学的 类似于今天的公立学校 但后来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 需要接受教育的普通人家 包括穷人家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庞大 那么逐渐就演变成为 我们现在看到的 由政府由国家出钱建立的 学生免费可以入读的这种公立学校 到后来呢 有逐步实行了义务教育体制 学校的需求量就越来越大 这种公立学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数量越来越多 反而过去的这种 只能提供给少数穷人 或者普通人入读的这种公学 慢慢的演变成为了 后来的贵族学校 到今天为止成为了最顶级的思考 这个历史讲起来真的很复杂 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详细讲 都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见墙上写着一个时间 1872 对刚才我记错了 这个是1872年 刚才我说成1878年了 其实都无所谓 都是19世纪的后期 这是一个典型的 19世纪后期的 砖石结构的格鲁吉亚式的教堂 我们可以看 虽然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但是它借助了哥特式建筑 边上这种支撑的拱圈式支撑 就是我们边上看到的 一个像柱子一样的一个支撑物 被建在了墙体外边 正是这种拱圈 或者说类拱圈结构出现 支撑了高高的墙壁之后 墙上才能够打出巨大的窗户 使里面的采光变得更好 这也是哥特式建筑最大的一个特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结构 其实是后期演变 更重要的起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 刚才我说了 这种砖石结构的砖 除了体线在窗户上 可以用来雕刻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 它在这个支撑的位置 使用了英国这种砂岩 我们可以看到 砂岩在风化的过程中 风化的很严重 但是依然很有力量 这种砂岩很类似于 我们在英国到处可见的 比如我们之前去过的 考文锤教堂那种红色砂岩 这个是灰色砂岩 在它的边上紧接着它 还有一个小教堂 从建筑风格上来看 应该和这个建筑的时间差不多 但是从使用的砖上来看 这个砖的体积大小来看 应该是相对比较新的 它可能是过去 英国很多的古建 它过去可能只留存了一个遗迹 这个遗迹很多地都坏了 但是窗子像门这些 石头建还保留着 那么它的重新做的枪体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枪体一定是新修的 但是它上边的这种窗户 这种结构 应该还是老的 还是保留下来的 这应该是一个古建翻新的结构 这个门虽然是防古的 但应该不是旧的 与这一枪之隔的外边 就是Rugby城市了 我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城市 再去看一看 和英国绝大多数的这种 乡间小镇或者小城市一样 Rugby在整个工业革命之前 或者更准确的说 就是铁路被铺设到这个城市之前 整个城市的规模是非常小的 按照Rugby档馆的记载 到1801年的时候 整个城市的规模只有278间房屋 人口是1487人 但是短短的100年之后 也就是在工业革命的后期 伦敦到博明汉的铁路 修通之后 Rugby成为了整个英国安中心地带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数纽 仅仅Rugby火车站 就有通向不同方向的五条铁路 所以在1901年人口统计的时候 Rugby整个城市的人口 就达到了17000人 这个可能对于咱们中国而来说 没有一个概念 因为大家要知道 英国到今天为止 它的人口也仅仅只有6800万人 在1901年的时候 它能够达到17000人的城市 就已经是一个中等 或者偏大的一个城市了 不能和伦敦去比 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 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大英帝国走到了自己最顶上的时期 占有了全球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都成为了它的殖民地 也被称之为日波勒帝国 而英国本身本土的建设 也进入到了一个高速的基础建设发展时期 人们不断的修建铁路 公路 桥梁 我们今天看到英国很多很多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基础性建设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修建的 所以那个时代的英国基础性建设材料 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Rugby这个城市 由于正好位于英格兰的中部地区 交通非常的便利 我们之前说了 它是一个交通枢纽 所以城市本身 也找到了一个很对位的 自己的经济增长点 那就是制造大型基础性建设 所需要的水泥 在那个时代 Rugby成为了整个英国水泥最大的制造城市 从1897年 Rugby第一家水泥厂建成开始 在后来的短短几十年当中 Rugby整个城市 不断有新的水泥厂拔地而起 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个生产水泥的城市 或者说成为了整个英国水泥制造业的一个中心 由于水泥制造业的不断发展 也需要从外面大量输入人员 特别是这些技术工人进入到这个城市 所以到194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整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万人 包括在整个的二战过程中 虽然英国本土也遭受了德国人的空袭 包括我们都知道伦敦被轰炸的很严重 还有我们前面提过的一些重工业城市 比如说考文锤 Zwansi这些重工业城市几乎就是被一为平地了 但是Rugby由于它生产的并不是钢铁这样的战争 所急需的物资 所以在整个二战中它几乎是逃过去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Rugby城市 受到二战的影响也不是很重 所以在整个二战的过程中 Rugby的人口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在不断的增加 到二战结束之后 也就是到了1960年的时候 整个城市的人口不仅要反增达到了五万人 直到今天为止 Rugby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七万多人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 要知道英国整个的国土面积 仅仅相当于我们国家两个省 人口也就仅仅六千八百万人 所以对它来说 一个七万人口的城市 真的可以算成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一个城市了 这次录的时间确实有点长 我回去看一下能不能减成两集 我估计减成两集 时间也会比平时的要长 但是有些呢 咱还真得去看一眼 比如说我前面这个 这个就是学校外边的一个小广场 广场中间有一个雕塑 我们走近了看就能看清楚 是一个小男孩手里抱着一个足球在跑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 叫做威廉韦伯爱丽丝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代的橄榄球被称之为Rugby的原因 我叫做威廉韦伯爱丽丝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代足球规则是由英国人来制定的 早期的时候呢 虽然有规则 但是并不是非常的严谨 后来有一次在Rugby公学举行的足球比赛的过程中 这个叫做威廉韦伯爱丽丝的这个学生 他当时情急之下 一下就把球从地上捡起来 抱在怀里向前奔跑 冲过了几个同学对他的阻拦之后 最终把球踢到了球门当中 这个行为就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争议 就是足球能不能用手 后来经过一些当地的比如乡绅 还有一些上流社会这些人 包括学校的一些老师共同来探讨 他们就鼓励了学生这种勇敢的 更加有刺激力的行为 所以呢 英式足球也就由此诞生了 也就被用这个学校 或者说用这个城市的名字来命名 成为Rugby 另外一个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就是 今天我们都知道足球叫Football 橄榄球叫做Rugby 但其实早期的时候 英国上流社会 贵族他们踢的足球 或者叫做英式足球 就是Rugby 而只能用脚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杯 踢的那种只能用脚 踢手不能碰球的这个 这个Football 其实是后来英国工人阶级 也就是穷人玩的一个游戏 所以在英国 我们说曼联怎么怎么样 说他这些球星怎么怎么样 Football 也就是足球 其实它是工人阶级运动 英国的上流社会 早期是不参与这些运动的 上流社会打的 都是一种手脚兵用的 这种Rugby足球